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點贊 訂閱 分享 這樣你就不要錯過任何進階球員的最新動向和最佳實戰 哈嘍各位球員 大家好 我是黃特仙 這條影片為大家帶來進階先導的實戰視頻 這裡開局跳波 對面拿到 交給慈尚 慈尚會給流川 流川一個接球兩段 一個頂頭 有沒有呢? 是沒有的 我會拿到一個版 訂給藤真祥犬 藤真一個突破 一個變向掉頭 搞到真傳交給我 接球之後 一個兩段 一個戰斧 坐進拿下這分 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瘦干擾的三隻字變大顆了 其實它是一個新的debuff 其實它是提高了跳起身白球 對面頭籃造成的干擾 這裡慈尚直播 挖了一下 你當我是流的 我又說是一個零藍隊 我又不會放水 這裡扔給藤真 藤真做一個突破 再一個變向挑戰 被慈尚陰了一下 球權轉換 流川芳一個突破 都很爽手地射了空位 唉 真是有點可惜 這裡我跟慈尚對位 彈後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這個我都是公框為主 這裡直接用一個貼地飛行 再加一個平民上籃 唉 偷計成功 不過說真的 小動作都不能搞這麼多次 頂洞一個一次而已 OK 對面波 流川這裡接球一段兩段來到金區 你又想搞這尾? 櫻木不給你搞 池上拿到波 挖了一下 我就跳起身 頂頭有沒有呢? 是沒有的 我們拿到板 攻防轉換 外線交給藤真 一個接射 是留的 交給我 我這裡直接一個一段 直接起到一個平A 唉 被人倒下了 我的我的 我的 剛才那一刻這麼慢了 流川一個頂頭 有沒有呢? 是沒有的 我們櫻木又拿到板 球權再次轉換 交給藤真 藤真這裡的反向突破了 彈後有沒有呢?是沒有的 唉 好可惜 不過這裡對面有很多板 這裡流川直播 直接捏到這區 起手 唉呀 漏了一個慈尚 唉呀 被空位出手 我的我的 我的 真的是我的 唉 我的 我的 真的是我的 那這裡到我開球了 那也是那句 有錯就要認 那就是對隊友負責的態度 那這裡交給藤真 讓他幫我拉一下 那他交給了螢幕 螢幕再交給我 我最後一個貼地飛行 加一個影相籃 拿下這一分才說 OK 跟大家說一下 這裡是我第一次用出影系的招式 那我先玩到的風格就是 我不會屁股行將影子隨便用 要不就用來防守 如果你是進攻的話 肯定是有個一定要拿下這一分的理由 剛剛才犯了一個錯 那我一定是確定要拿下這一分 讓隊友對我有信心才行 那他這招呢 是個大絕 在出手之前 推遲了可以把你這波的正數 也都是他所有影系的招中 得手率頗高的一招 我個人都是非常之喜歡這招的 OK 我們去對面球了 現在是樓川開球 樓川直接一段突破 交給池上 他回給樓川直接一段兩段 離合金區說 我立即彈回去保防 你池上交給赤幕 赤幕再交給樓川 樓川直接一段空位出手 有沒有呢 是有的 OK 我來球了 藤真直接開球交給我 那我打球直接給三段影史 不載彈後飛地位 受到干擾 有沒有呢 是有的 可以 OK 先到這個三轉 其實也算是他比較厲害的這個招 他跟阿牧的三轉是有點像 但是他這個三轉是一定要拉一個大招 才可以出來的 所以他的三轉是一定會有殘影 而且這招其實也算是他比較易挫的招 你又易挫 得分率又高 其實這招也算是很好用的招 OK 不理由對面幫 那這裡是赤幕開球 交給樓川 直播一段兩段 來到底線再一個空位 哎呀有了 真的樓川會飛到位之後 真的變得很難搞 OK 不理由我們開球 那這裡是鷹幕開球 交給藤真 一個接四人樓 交給我金海 這個禁區接球 直接一個尿底線再一個彈後飛到位 遲上也追不到 空位出手 有了 真的不是開玩笑 其實越簡單的招真的越好用 OK 不理由對面開球 那這裡是遲上 交給樓川直接接球一段兩段來一個禁區 一個高拋 哎呀 拿下這一分 現在我們兩邊的得分就來呀 我們打吧 OK 不理由我們球 那現在我開球 交給樓木 樓木再回給藤真 藤真有一個反向突波 再拉一個變化跳投 傳回樓木 那這裡樓木交給樓真 拉出彈後 交給我 那我這裡金海接球 直接一個尿底線 撕掉了遲上一個空位出手 飛到位 有了 真的好懷念尿底線這些經典的招 上一次經常用這個招 已經是去到舊的樓川那時候 那這裡把球交給樓川 接球一段兩段來一個金海 一個飛到位 空位出手 有了 我真的不是開玩笑 去到剛才那些位子 有彈後有弓框的話 鷹木真的會被牠吃住了 OK 來到我們Round 藤真一個突破 還有一個彈後 交給樓木 鷹木再帶了一下回給藤真 藤真出手 留的這樣交給我 那我這裡再一個反向貼地飛行 再一個戰斧 打一個反應差出來 OK 來到對面球 那現在對面赤木開球 交給樓川 接球一段兩段 兩個面子一個彈後 跳起身干擾 有沒有呢 是有的 而樓川複製的是我的一段彈後 其實他跟越野有一次的 就是用了之後就原地起跳了 那你藤真交給我 一個影閃接球 再彈後飛到位 頂頭有沒有呢 是有的 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影閃接球 其實是不計大絕的 但是如果你用完之後 你的本體去到什麼位 你的操縱者 都會有這麼多的經驗才行 好 現在我們對面球 現在是遲上開球 遲上交給樓川 樓川大波 一段撩開 遲上帶一帶 回樓川 跳起身攻攻 360被鷹木刮走了 藤真是藍底 直接撻起球 哇 靚倒了 這兩個傢伙真是 那我這裡直播一個打球 掉了遲上帶絕 還有個三轉 影大頭飛到位 空位出手 終結了這一分 我剛剛真的欠過剃頭 遲上我就是知道 他肯定要撕了個大絕 然後輸過來了 OK 那這個遲上大波 開房 哎呀 我終於沒有跟上去 空位出手 我的我的 不過不要緊 我們還是贏一波 OK 那我們開球 我開球 交給藤真 藤真一個綠光閃到藍底 結果沒有出手 那我就一個貼地飛行 一個戰斧 加一個影上藍 拿下這一分 OK 那現在比分 其實打得挺緊的 差兩波 其實對面很容易追 而且對面是樓川鋒 其實只要犯一個錯 對面就可以追上來了 那你就樓川直播 直了一段兩段 再一個360 哎呀 跳的位置不對 那個時間是對的 位置不對 唉 太可惜了 OK 那我們來開球 藤真開球 直接被綠光打開你 又被開了磁場的大絕 我的貼地飛行 再加一個普通的上籃 那這一下是沒有加任何大絕 間不中靠普通照片 其實會有用的 OK 那我們來對面球 對面遲上開球 交給樓川 樓川還有一段突破 我貼上去 那他回比遲上 那藤真已經過去補防了 沒有出手交給他赤幕 樓川接球一段突破 卡停直接攻擊 被螢幕刮走了 好球 那藤真還撿了球 OK 現在counter了 那我接球交給了螢幕 螢幕再回比是藤真 藤真拉到外面一個大頭飛 喂 空位出手有沒有呢 是沒有的 不過螢幕發了一個大絕 補扣成功 這個背影認到 就我心目中的螢幕 對面開球 樓川好球 樓川直接用自信三分 空位出手 有沒有搞錯 好敢搏啊 他 我們藤真只要踩一步 自信三分都被人收皮 被搏倒才該死 那這裡我是禁區直播 直接用了先術 彈後飛到空位出手 有啦 OK 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叫先術 其實說的就是進階先道 得手率很高的那些戰術 我們都叫做先術 其實他這支原理就是 在底線用出影三轉 再加個彈後飛到位 他這支底線出的幻影 其實本身不是說 聲音很高 如果你想看到再追 是來不及的 要麼是兩邊去夾 要麼是靠預判 OK 大家好 對面球 對面赤木海波 今天交給樓川 樓川直接接播一段Carting 如下彈後飛到位 直接出手 有啦 差三分其實都是有得追 對面都是 反正小心使得慢不傳 那這支給樓川這個接勢 也是留的 回回給我 那我這裡有兩個大後 那我騰真過來做一個單擋 空外出手 哇 漂亮到你 先說說先道這個彈後 他這個兩段突破的彈後 是會往後再多一步拉開距離 那騰真是這時刻過來 保衛感很漂亮 哇 這局有這樣的神仙隊 我真是好感到幸福 神經病很想嫁給他 那剛才樓川一個自信三分 加個鐘頭 其實只要再入一個鐘頭 他的自信三分就殺了 有沒有呢 這波是沒有的 結局我們拿到籃板 那接下來我們比賽 只要小心遲上的大招就差不多了 那我接播了 那好不然又要用了影戰斧 唉 拿下這一分才說 那在這裡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影戰斧和影上籃有什麼不同 這個影戰斧是製造的幻影 推遲了你起跳的時間 影上籃是跳起來之後 推遲了你出手的時間 那這兩招其實各有千抽 那譬如影上籃是比較容易得手 不過難搓一些 影戰斧相對來說比較容易搓一些 得手率沒那麼高 不過其實看你怎麼用 你覺得兩招一起用影都可以 看你覺得自己有沒有必要 那現在比賽來到這裡 其實都快中盤的了 那對面應該都回天罰術的了 那赤褲褲都帶絕 唉 沒所謂沒所謂 給你用給你用 OK 這裡來到我們的戶合了 那這裡是藤真開波 那就是藤真大波 直接一個突破 挖了樓村一個彈套飛對位 頂頭有沒有呢 是有的 唉呀 雪上加傷 這波直接殺死這波比賽 那對面球 那時間剩下幾秒而已 應該都沒什麼搞的 那樓村直接給我一下 啞啞啞蛋 下飛對位空位出手 比賽結束 OK 那這條片來到這裡差不多 那大家覺得進階線的表現如何呢 在留言區下面告訴我 我是黃達仙 那我們下條片見啦 拜拜